中国汽车保有量约有2.8亿辆 大城市通勤高峰时期通行速度只有二十几公里 我们迫切需要为交通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假如一个城市全部路口都实现了智能化和城市级的区域信控优化 能够提升15%到30%的通行效率 我们判断五年之内中国的一线城市将不再需要限购 十年之内基本上拥堵问题可以得到解决